这是一座耗费无数心理时间与金钱 专为产妇精心打造的产后休气城堡 强调饭店级管理 空港级控管 让坐月子这件事变得更惬意更轻松 更为准妈妈心中的 最期盼入住的月子中心首选 我们想要护理之家 其实最主要感控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般的妈妈跟小朋友 会在这边住20到30天 所以在这整个感染控制的区块当中 比医院还要在做严格的 在访课的部分 一定要在我们会课的动作 除了会课之外 我们一定要先测量它的体温 然后我们客服人会通知妈妈说 您的什么访课已经到了 同一时间我们会确认 小娃娃是不是在婴儿室 或者是在妈妈的房间 因为目前的感染控制的部分是做到 访课的部分不能够接触到娃娃 以免造成后续的感染 目前中心一共规划有 温馨房 顶级房 VIP增绝房三种房型 明亮宽敞挑高的设计 搭配上55寸液晶电视 洗脱烘衣机 卫浴干湿分离 以及专为妈咪贴心准备的 电动挤入器 奶瓶消毒锅具 微波炉等等移应俱全 同时 每一房皆配备有一个 专属的平面车位 让赔宿及探访者 不用为停车问题而伤神 目前来讲的话是全台湾 比较大型的一间的 这个产户 只加一共97床 产后妈妈目前来讲 别于以往都是比较高龄的部分 其实他们的压力是蛮大的 所以在产后右翼这个区块 其实有效于之前的 比例上面是比较偏高的 可是妈妈基本上 他们都不会自觉 所以在我们房间里面的设计的部分 第一个是挑高 挑高的部分的话 就让人家比较不会有压迫感 再来我们的窗户的部分 是比较大一点的 让他觉得有窗明其境的感觉 那里面的设备 当然是按照我们的这个 饭店室的这个设置 上面去做一个管理 新生儿的照护 向来是入住妈咪及家属们 最在意的环节 对此 中心内新生儿照护 全程透明公开 婴儿室24小时开放 并设有隔离观察室 亲子同事 以及小儿科医师定期巡视等等 完备专业的照护 此外 更规划有宝宝游泳池 婴儿按摩等等的课程 让入住的妈咪 能够放心地将宝宝 交付与护理人员 我们新生儿的部分 护婴比是1比4到6 针对这个宝宝的需求 来做一个不畏的动作 那不会像其他的这个常会之下 可能是规定4个小时就喂一次 我们的儿科的医师的步伐 是每一个礼拜 一次做一个非常仔细的检查 妈妈可以很放心地 把小朋友交给我们 在这里 每一位入住的妈咪 都备受关怀与呵护 每周有妇产科医师 巡视检查恢复状况 每日也有护理人员 探视与卫教咨询 产科的医师 大概基本上是 每个礼拜会来做一次的巡诊 那刚好我们是女性的医师 所以在这个产后的这个区块的话 妈妈会比较敞开心胸的 让我们的产科的医师 做一个巡诊 护理师部分 每一天都会进去妈妈的房间 产后的这个恢复的评估 比如说子宫的复原 或者是胸部乳房的护理 或者是说娃娃亲胃的部分的指导 而在月子餐的部分 中心特别与长庚大学 营养师团队合作 开发多元菜单 同时中央厨房及人员 皆通过定期健康检查 及国家级检验 让妈咪吃的美味健康又安心 月子餐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有跟长庚的营养师的部分 去做一个产学的合作 注重于清淡 然后少盐 低油等等之类的 不同于传统月子中心 在这里提供了 多元化的一条龙式月子服务 举番呵护备制的 精致洗头美髮服务 医美整形服务 应有尽有 而一楼内 更设有全国最大的妇婴百货 更让妈咪轻松便利 采购妇婴生活用品 医美的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比较推就是说 厂后妈妈的乳房的疏通 因为产后我们都很清楚 在乳房的这个按摩 或者是说奶水的刺激的部分 其实对妈妈来讲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生产完之后 老公就从医院带着我跟宝宝 来到这里 一到这里的时候 我整个人感觉就是很放松 然后空间很宽敞 不会有那种狭隘的感觉 然后我是觉得 当生完孩子的妈妈们 绝对有资格来这里 好好享受 好好的休息一下 记得在这里最后一晚的时候 心里孩子觉得 好舍不得离开 他们知道我是新手妈妈 在我要离开的时候 交代我说 回家后对宝宝的照顾上 有任何问题 可以随时打电话回来问他们 让我觉得真的很感谢 中心所提供的六星级服务 给予每一位入住妈咪 最极致的赞宠 并惬意地度过 美丽舒心的月子时光 六星级的产后照护 为您打造美丽人生